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倒主义理由将离散的家人接到加拿大 远离家乡的动荡 并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然而 结局确令数百人大失所望 据Toronto Star采访报道 卡尔加里居民Augiana Foster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时 激动坏了 她争分夺秒地收集了所有的表格和文件 为两份不同的申请做准备 一份是她母亲和一个受抚养的姐妹的申请 另外两份是她两个兄弟姐妹及其家人的申请 当他们都收到祝贺他们成功提交申请的确认信时 她松了一口气 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耐心等待申请程序更新的过程中 Folster的家人们在两个多月后 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他们 这项专门针对哥伦比亚人 海地人和委内瑞拉人的人道主义移民项目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人的上限 他们的申请将不予审核或处理 这位49岁的女士是被拘的几百名申请人之一 据称 这些申请者都是在12月30日申请门户关闭之前成功地提交了申请 当时 加拿大移民部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称 申请人数已经达到了配额的上限 沃泰华居民如尼奥尔·德鲁索表示 他于11月20日申请将82岁的寡居母亲从海地接来加拿大 此前 他母亲曾三次申请探亲被拒 德鲁索是一位前警察 现在在沃泰华从事执法工作 他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乡 因为那里饱受帮派暴力困扰 12月初 他收到移民部的一封电子邮件 要求他的母亲重新提交一个电子签名 而不是在表格上手写签名 他立即照办 一周后 他被告知申请表上缺少他在海地太子港中央警察局的犯罪记录 他在回复中解释说 他的母亲无法安全地前往首都提供质文 只能提供当地警方出去的文件 这名45岁的男子于2016年来到加拿大寻求庇护 现在已经入籍 他说 直到今年2月 他才收到移民官员的回复 通知他申请将不予考虑 2008年从委内瑞拉来到加拿大的Karolina表示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人道主义途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让他们的子女 孙辈 父母 祖父母和兄弟姐妹来到加拿大 否则他们将没有资格参加任何其他项目 人道主义移民途径于2023年初推出 当时沃泰华宣布与华盛顿达成协议 将安全第三国协议扩大到整个陆地边界 以阻止两国之间的非法移民为了寻求庇护而越境 要符合该计划的资格 申请人必须在加拿大有家庭成员 这些成员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年满18岁 并签署一份法定声明 承诺支持申请人的安置和融入社会 例如帮助寻找住房 让孩子入学 为成年人注册语言课程等 然而 批评者指责加拿大政府后来改变了对该计划的承诺 从最初为这三个国家的人提供的1.5万个名额中抽走了4000个 转而让他们以临时外籍工人的身份前来 加拿大移民部表示 他们已经接受了足够数量的人道主义途径申请 其他移民项目仍然适用于符合条件的人们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周一 4月8日 日全时在北美洲大陆登场 并且 这次不像过去在偏远地区出现 日全时代从西南部的墨西哥延伸 横跨美国15个州 一直到东北部的加拿大纽芬兰 在北美洲各地 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观赏这一天文习惯 可以说是全民疯狂 然而 报道指出 在日全时消失后几小时内 在谷歌搜寻为什么我的眼睛受伤的人数暴增 在X平台上 话题我的眼睛也冲上当日热搜榜 超过10万人参与讨论 来自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我的眼睛现在感觉像火烧一样疼 脖子也很不舒服 另一位网友抱怨道 我一直用肉眼直接看日识 现在超级难受 头痛欲裂 眼睛也难受死了 还有一些网友声称 他们戴的是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认证的日识眼镜 结果仍然感到不适 一位网友说 我的眼睛好疼啊 我甚至把日识眼镜放在iPad上 用它来观察和拍照 结果还是疼 另一位网友表示 虽然戴着眼镜 但我的眼睛还是有点不舒服 还有人说 我戴着眼镜看了日识 但现在眼睛疼死了 据每日邮报称 各大网购平台上假的日识眼镜泛滥 该媒体披露 能够阻挡99%紫外线的日识眼镜 在许多地方已经受尽数周 而大量假货涌入了亚马逊 eBay和Term 如果你购买了日识眼镜 那么眼镜上的某个地方应该标有ISO 123-122的标签 几周以来 专家们一直在警告人们 不要在没有适当安全装备的情况下观看日识时 根据美国天文学会的一项非正式调查 在2017年8月21日的日识之后 美国和加拿大约有100人向眼科专业人员报告 抱怨与日识相关的视网膜损伤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就此表示 眼部感到疼痛时 再想挽救你的视力可能为时已晚 因为人眼视网膜已经没有痛觉神经 尤其在日识期间不会立刻感到不适 视网膜可能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受损 医生说 视网膜上最脆弱的区域之一是黄斑 这是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区域 对识别文字等细节至关重要 约翰霍普金斯眼科医生表示 即使在日识期间观看了太阳几秒钟 也会暂时或永久灼烧黄斑 只有在全识期间 及月亮完全遮住太阳的全黑期间 才可以用肉眼安全观看日识 如果您没有听从专家的建议 那么就可能会患上日光性眼部损伤或日光性视网膜病变 据了解 日光性眼部损伤的症状包括 视力模糊 敏感和色彩失真 据克利夫兰诊所方面称 您可能会在视线中看到暂时性的漂浮物或闪光物 您的眼睛还可能感到酸痛或疼痛 轻度患者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 头痛和对光敏感等症状 严重情况下 症状包括视力模糊 眼痛 视觉盲点 实现出现弯曲和变远 或某些物体看起来比实际小 克利夫兰诊所表示 轻度症状可在1到6个月内自行痊愈 严重的损伤可能无法逆转 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日光性视网膜病变 应立即预约眼科医生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被昨天ZARA退出中国市场的微博热搜给惊到了 世界级的快时尚品牌巨头ZARA竟然也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 这就要退出了吗 据悉 消息的源头来源于ZARA在短短两个月内关闭了9家中国门店 加之去年1月ZARA就已经关闭了当初引以为傲的中国手店 在鼎盛时期 ZARA在中国运营了183家店铺 然而仅仅在短短的6年内 这一数字减少了近100家 此外 旗下三个姐妹品牌也早就接连退出了中国市场 这一连串的动作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一时间风声四起 以ZARA撤出中国为中心的数个话题被送上热搜 难道ZARA真的要跑路了吗 不少ZARA的忠实粉丝赶往线下门店紧急扫货 我的中村一页同款流浪包还没买到呢 你怎么就要关门了 网友们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也是非常两极 部分网友垂胸顿足 纷纷RIP 感叹自己的平价衣橱都关了 以后要到哪里去买衣服呢 部分网友则认为 国产服装品牌性价比更高 国外的快时尚品牌是威势大势所需 被淘汰是市场的选择 随着传闻的愈演愈烈 ZARA官方不得不出面发布声明 ZARA表示 网传ZARA撤出中国为不实消息 两个多月关闭酒家店的数字也不准确 ZARA在过去两个多月里 共关闭惠州 东莞 上海宝山这三家店铺 ZARA还称 我们正在不断优化和升级门店 通过开设更大规模的门店 同时配备高效的数字化创新技术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加整合的数字化体验 翻译一下大概就是说 我们没有退出中国 只是关闭线下门店 之后会更去交信商业务 这下小伙伴们可以放宽心了 随着天气逐渐变得炎热干燥 大温哥华地区将于下个月开始实施夏季浇水限制 大温都会局宣布 从5月1日起 民众每星期只能为草坪浇水一次 大温都会局主席哈维说 今年将雪量较低 夏季炎热干燥 因此所有居民都必须将节约用水作为优先事项 我们的用水计划经过精心调整 以应对气候变迁和公众需求 居民需做正确的事情 不在草坪上浪费经过处理的饮用水 作为第一阶段限制的一部分 居民和企业将被允许根据其地址和类型 在指定日期每周的一个早上可浇灌草坪 官员表示 树木、灌木和花卉可以在早上使用洒水器浇水 也可以随时用手浇水或滴灌浇水 这些限制不适用于食用植物 也不适用于水、雨水任何形式的循环水 或饮用水供应系统以外的其他水源的使用 当局指出 夏季用水需求通常是由草坪浇水 以及其他户外用途所驱动的 如有必要可能彻底禁止草坪浇水 当局表示 目前积雪量为历史平均时的56% 但预计水库将在5月中旬能达到满水状态 省府则密切关注今年夏天的山火情况 因整个温暖干燥的冬季和春季 恐将加剧山火肆虐的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